这是当妈的夏天最讨厌的声音,而这个声音的发出者,蚊子,绝对是宝宝的到底,要一口一个大包,很久都不能消退,有时候甚至满身的疼疼,看着好心疼,宝宝一旦被蚊子咬,肿起来的小红包越挠越大,甚至还可能碾变成破皮,溜疤。 所以,在夏天,宝妈必做的事,就是避免宝宝被蚊子叮咬,怎样才能做到真正的防蚊呢? 主要方法有两类,物理防蚊和化学防蚊,物理防蚊方法,宝宝使用蚊帐,最安全,有效的防蚊方法,穿宽松,铁色的长衣,长裤,长衣的遮挡,让蚊子无从下口,使用空调,电风扇等, 处风口凉爽会使蚊子远离,具体情况,具体分析,一在家的时候,要开空调,把室内温度降下来,宝宝流汗少,吸引的蚊子就少,另外还要减少家里的蚊虫滋生,因为蚊虫喜欢水,所以家长要特别检查地路,下水道等地方,注意盖子,腰盖上,喝完的硬拉怪等,要及时的清理出去等等。 而外出的时候,尽量选择凉快的时间段,给宝宝穿能覆盖腿和胳膊的衣服,家长还可以使用擅自驱感蚊子。 如果外出时宝宝穿的衣服较短,可以给暴露在外的皮肤涂抹趋纹剂,比如含有地纹纹,趋纹,不含酒精的趋纹剂。 化学防蚊主要是通过给宝宝使用含有安全成分的趋纹剂来实现的。 经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推荐,在美国环保局注册的安全有效的趋纹成分主要有四种。 碧纹案,趋纹质疑莫名,IR3535,埃塔瑞丁,柠檬案叶尤其其取物最不可外二纯。 这四种趋纹成分,在安全性和有效性上,差别没有太大,目前,被研究最多,应用最广,也被认为是宝宝趋纹首选的是碧纹案。 除此之外,香茅草,天竹葵,也是被普遍认为有效的趋纹成分,密除虫举止是有效的灭纹成分。 如果不幸被蚊子咬了,面部迅速这样消肿,如果红肿,没破皮,第一步减性肥皂冲洗,因为蚊子叮咬人体后会释放毒液,人体识别后会有防御反应。 这个反应就是释放、严性物质阻碍,导致钉咬处产生到两种这样的症状,因为蚊子释放的毒液呈酸酸性,所以立刻使用减性肥皂冲洗被钉咬处,可以防止起胞。 第二步量不加颅干时止痒,接下来可以使用持续量不的方法消肿止痒,除去毛巾包冰块移在被咬的部位,或者把湿毛巾放入冰箱动冷口敷在被钉咬的部位, 每两三个小时进行一次,同时可以使用外用卢干式洗剂止痒,并尽量避免宝宝抓牢。 三,如果宝宝种得很严重,特别宝宝可能还会有过敏反应,被钉咬处,红种得很严重。 所以如果宝宝属于过敏体质,蒙虫丁咬后的症状比较严重,可以在外活动之前的两三个小时内服用银剂脱敏能物,被咬后尽快服用脱敏药,也可以消炎脂痒。 如果红种,破坏,如果宝宝已经把钉咬处拿破了,皮肤破坏,又明显持续的渗出,则可以先使用含有抗生素的软膏涂抹,比如常见的有墨皮罗皮软膏,或红霉素软膏。 但渗出止住,破坏术不再有渗出厌食,再涂抹低浓度的糖皮质激素软膏,如冰酸情况可避充软膏的,或如干食洗剂。 其实,无论你有哪种方法处理,最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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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重要的是,立刻处理,特别提醒。 二,平常要牵着宝宝洗手,将宝宝的指甲剪短,避免因臭痒脑爪伤及肤也发举不感染。 三,如果宝宝对蚊虫定咬过你严重,只不出现严重红肿,又明显水泡,甚至伴随发伤,就要及时带宝宝去救医处理。 最后,要提醒妈妈们,还是尽可能让小宝宝,待在没有蚊虫的地方,比如蚊帐里。 关于婴儿护理,每天分享日儿小诚实,和草月儿小经验,让你成为一儿小的人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稳气气牛C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